各位好 我的名字是Mariana McCormick 我今天非常高兴来给大家讲这个非常 大家非常期待的家庭儿童保育资金 是补助试点项目 那么这个补助项目的话呢 是由马萨诸塞州政府早期教育与保育部门 和马萨发展公司共同管理和资助的 那么今天我要讨论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主要是一些这个补助的一些相关问题 那么这是一个试点项目 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想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成果 然后我们要看一些相关的参数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成功 所以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小的提示 或者说是小贴士 怎么样来完成你的申请 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申请 我们有很多的 受到很多的回馈 很多人都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们将 希望能够选出最好的这个申请人 我们也要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相关的一些例子 就是什么是一个比较好的申请的例子 就是我们将未来将要考虑的一些 完成就是潜在申请人的一些简介 还有一些重要的时期和日期和时间表 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试点下面的概述 这个项目的话呢 是由早期教育项目的这个部门来提供资金的 它的目的的话呢 是要由 旨在通过为家庭和社区提供高质量的计划和资源 来支持所有儿童的健康和成长和发展 那么这主要是为了你家里面提供的一些这个保育的话呢 提供相关的资助 我们想要增加这个资助的人数 这样的话呢 注册的人数我们想要增加 所以的话就可以提供 就可以增加到提供商当前的许可的一个容量 同时我们将使提供商能够增加其当前的许可容量 那么我们希望计划在物理空间内提供提高 就是护理和教育的质量 所以我们大家要记住这个项目 它整合了 就是对于这个物理空间的 整合进入了物理空间和教育的护理的质量 那么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补助计划 第一种是叫做第一层 那么主要是用于购买一些耐用的设备 这些设备 比方说是一些洗碗机啊 洗衣机啊 控干机啊 那么可以安装到你的家里面来 为孩子们提供服务 第二个叫做第二层级 第二层级主要是资本改善 主要是你对儿童提供保育的空间 进行一些改善 那么它可以是你的这个 栅栏啊 新的窗户啊 新的对房间进行的一些翻新改善啊 那么也可以是两者都有 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些 等会会讲一些例子 那么这个补助的最高金额是 两万五千美元 但不会超过这个金额了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刚刚好 达到两千五百美 两万五千美元的项目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是超过的话 我们也只能给你提供 就是两万五千美元 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就是 这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 拨款的试点计划 这个资金是相当有限的 而且我们在做试点计划 所以没办法保证 每一个申请者都能够获得这个拨款 但是我们预期 能有更多的非常好的一些申请者 来申请这个拨款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 肯定是很难来选择的 但是肯定有一些很好的项目 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提供资金来支持 因为我们只有这么多的钱 和这么多的这个名额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好 但是我们没法保证每个人都能够获得资助 第二个要记住的事情就是 这个试点项目 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士开放 而且它是申请是免费的 你不用去支付这个处理费 手续费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的话 您我们建议您就是拨打这个帮助帮助帘的电话 第三件要记住的事情就是说 这个试点计划这一轮 正在 针对的是 就是有房的人 就是房主 那么我们正在讨论在第二轮的话呢 提供一些针对 租房者的机会 那么这些有这个抵押贷款 有这个租房的人的话呢 他可以参加我们的第二轮的计划 那么谁才有资格获得这个项目 申请这个项目呢 首先你必须有EC颁发的有效执照 或者是那些积极参与 这个EC的这个执照的一个就是续发 同时你必须保持良好的信誉 良好信誉就是说 在过去的五年之间 你没有一些 没有有严重问题的调查 没有采取过任何法律行动 那么我们需要的人是一些 就是就是他的这个历史 是非常清白的啊 然后我们在申请日期之前 至少两年一直积极提供 有执照的这个儿童保育工作 同时他每周至少要运营四天 通过他们拥有的房屋提供这个保育 直接或通过抵押贷款来提供这个房屋 那么当然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有竞争性的这样的一个 竞争激烈的这样的一个资本补助 那么试点项目的话呢 我们 我们招收的是接受公共儿童保育券 或者儿童保育补贴的这个家庭 我们的偏好是为有特殊需要或残疾的 个人提供服务的组织 而且我们希望就是 的家庭 提供服务的家庭 我们提供最长的护理时间 那么就是说超出申请该试点所需的 每周的最低四天的时间 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在家庭里面 最难找到护理人员的时段来提供护理的 比方说清晨晚上和周末提供护理 然后我们要支撑一些相关的 这个非常需要这个补助的这些社区 那么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这个儿童机会指数得分较低的一些 有种编码地区或者说是门户城市内 我们就希望来开展这个项目 然后我们也在考虑 就是我们要优先考虑 增加能源效率的项目 主要是要符合州长 希里的这个目标 就是全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这个目标 所以我们 我们会看到就是相关的 窗户相关的呀 就是提高能源效率的一些项目 我们等这个页面它加载完毕 我们等这个页面它加载完毕 在同儿童护理和辅助资金呢 我们正在研究几项具体的 大概一共有需要9个月 来完成这个试点计划 这个呢需要你非常 必须要记住这个信息 这个补助资金呢 是需要提供给固定的实体设施的 我们讲的是 不是像一些水电费用 或者是小孩的尿片 这个是需要给提供给环境设施的 一个补助资金 同时呢 您也需要记住 这个并不是给人员提供薪资 或者是水电费用 或者是你的房贷 或者是你的房租 这个固定的环境是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是来买耐用的设施的这个购买 例如说它需要有三年的用途 第一个阶段里边呢 可以包括例如像洗衣用品 洗衣机 或者是食物的存放 也有可能是一些固定的内在的设置 或者是外在的建筑 同时呢 也可以是外部的环境 孩子供给孩子玩耍的地方 第二层呢 是关于给小朋友 例如在户外的环境里边 例如说外边的 在 有 空调 还有可以帮助 让环境更加安全的 尤其是 例如说窗户 安全设施 在这些设施之中和空间之中呢 来进行修改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更好的环境 比如说护栏 栏杆 安全设施 我们的目标呢 是来增强给孩子们的环境的改善 所以当你做进行申请和做这个要求这个资金的时候 你想要做的是什么 你想用来做的是什么 我再重申一下 这个项目是非常竞争性非常强的 而且呢 我们没有保障说给每一个人都可以 补助 我们虽然 我们非常 对于这个试点项目 我们非常 兴奋 所以 当你做 申请的时候呢 你需要是很现实 很实际 而且是 可实行的 例如说已经有了合同 你有一些计划 来用这笔资金呢 去做这些设施的改善 而且呢 是已经考虑很周详的 也需要你提供的是预估的报价 还有 对于你想改善的环境方面的描述 所以在第二层阶段的时候 你是需要有一些额外的 因为整个这个过程需要九个月 所以我们需要您真正考虑到 这些所有信息 当然我们永远都从 所有的 不同点 我们在这个 马赛苏塞斯州 都是包含性的 我们都会考虑到 大家的不同点 好 现在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Rebecca呢 在她的育幼园里有六个孩子 她呢 非常想有一个更大的环境 尤其是厨房 所以这样她可以在厨房里边 做一些洗衣服的活动 所以她是可以从 而且呢 也可以从六名孩子增长到八名 而且呢 她的中心呢 在Chelsea 同时也有 不是英语母语的家庭 所以我们的考虑呢 在这个她的这个社区之中呢 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我们在考虑是 她的这些改善 是可以如何让她的中心的孩子来受益 第二层 她呢 申请是第二层的 Maria 现在目前呢 有八个孩子 在她的中心 一周是有五天的 所以她现在呢 希望能够改善她的中心呢 来接受 有特殊校的儿童 这样可以让 所以她需要一些空间 在设施上改善 好 现在我们有 能够 如果能够改善这些环境呢 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 可以更方便的去洗手间 这样的话 她可以让她的项目 让她的中心 更有吸引力 下一个 样子 下一个例子是 Mercy 也是第二层的申请 她呢 在她的中心呢 有四个孩子 是在Greenfield 这个社区 而且同时呢 有更加长的 护理时间 她现在是需要 想在一个 艺术和感知 环境之中 做一些改善 那么这个呢 在申请之中呢 就是在环境之中 加上新的地板 新的窗户 那么 在这个 她的申请之中呢 是有固定的 内部的环境需要 也就是同时 是一个申请 有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 所以你要 在申请之中 是看她是有 是不是固定的 或者是还有户外的 这个就是 我们给您的信息 是在我们的网站上 你可以在网上上 来申请 第一阶段 或者是第二阶段 或者是两者兼有 您需要把所有的文件 都上传 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有所有的信息 来考虑您的申请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上传这些信息 是有什么好处 在你的中心 如果有这个资金的话 那么呢 可以让你的中心 更加吸引人 而且有更好的设施 在第一个阶段的 申请之中呢 我们需要看到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报价 例如说 你有一个 你要想买的 耐用设备的这个报价 你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你的找到的价格 如果你要是想买一台新的 烤箱 那么这个的报价 我们是需要看得到的 现在看到的是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 两个申请 所以我们是需要看到 是两种不同的报价 我们需要一个预估的报价 和我们也需要知道 一个比较实际的时间线 这些给大家看到的是 一些时间 和具体的日期 我们呢 会首先给提供 75%的 入住资金 我们希望呢 能够做两轮 第一轮呢 是一个试点项目 在未来呢 我们还希望再增加一轮 在6月20 2024年6月28号会开始 我们会在网上 做一个线上会议 你有机会来问问题 截止日期是2024年8月16号 这个日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截止日期之后 我们是不会再接受任何申请了 在2025年的春季 我们会给您发 付出资金的 信件 信息 通知 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台 来 给您提供所有的信息 如果您 如果您有问题 您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工作时间是早8点到下午4点半 我对于这个项目实验 是非常兴奋的 我们希望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能够运营这个项目